现在食安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可是呢 却有人在忙着猎屋吗 好我们看到呢 这个民进党的市议员 这个严若芳 他就觉得蒋是否慢半拍 他说呢 因应的对策如此的牛步 让人不禁怀疑 蒋万市长到底知不知道 当市长的权责是什么 好另外呢 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就说 在19号已经有出现了命危的案例 那21号到23号又有多人重症 台北市府直到27号才有动作 整起事件爆发了8天 才要求保龄茶室要停业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甚至呢 好这个台北市议员侯岸廷就说 请王定宇不要胡说八道 那同时民进党立委吴思尧 也在批市府处理慢了N拍等等 好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人 石板明夫他说了 民众最想知道的并不是 就是不是说谁要道歉 谁要下台 而是要知道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出现 为什么只是吃一顿饭 人就没有了就走了呢 打这种口水战真的非常的无聊 明代不应该借由这种不幸的事件 来攻击政治对手 好所以大家就在讲啊 现在石安的问题 居然演变成了政治攻防 吴思尧就说呢 北市府一直到3月26号才来通报中央 痛批蒋市府通报慢N拍 那国民党立委许晓信就大酸啊 说吴思尧是造谣者 叫吴造谣 中央早就指出台北市通报的时间 是在3月24号 而蓝营现在也来炮轰绿营 把国会议员变成行政机关的测译 二十六 非常清楚 昨天石药署的吴秀美署长 乃至于卫福部的薛热源部长 在回答许晓星委员的质询的时候 都非常清楚的说 三二四是新北市的通报 台北市政府的通报是在3月26 徐晓星可以恶意的带风向 制造社会的对立 他找人来出征吴思尧 请问吴思尧是现任的台北市长吗 请问吴思尧是松山新义区的立委吗 吴思尧 吴造谣当时是怎么说的 他当时说 因为中央是3月26号才接到通报 所以隔天 他们马上3月27号非常快速的主动出击 可是我们回头要看的是 到底中央是什么时候接到通报的 你不管今天是台北的通报 新北的通报 中央都已经知道保龄查试案 是在3月24号的时候 3月24号的时候 新北市他通报了中央跟台北市 台北市下午的时候 五点左右去记查 记查的内容正式登陆在中央 也能够看到的共同的全国性协作系统 吴思尧干市长自己没有搞清楚状况 还四处造谣 当然要受到全民的谴责跟批判 民进党是不是想说 大家对于行政机关当测议这件事 已经看腻了 所以现在变成让堂堂国会议员 来当行政机关的测议 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吴思尧 为了搞乌龙而道歉 这种事前不求证 事后不负责的态度 如果只是因为他当立委当久了 就死皮赖脸 真实不可取 除了食安问题要来好好解决之外呢 政府如果做的这个不够 好这个可能有一些失职的状况的时候 当然人民会不会觉得可能官兵民反了呢 我们看到是昨天早上呢 述发布遭人闯入 一名男子呢持着是现弹枪闯入 对着这个玻璃门就开了三枪 那当然呢就当场的被逮捕了 好唐凤呢就部长他说 任何暴力都不该发生 那但是大家就在讲 为什么这个枪手呢 他会想要这个开枪呢 好询问原因 其实案发之前 他就在脸书上面来呛政府了 我们看一下他大概讲那些什么 好他说呢 当你们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不是死就是官 好他说可是呢 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官兵民反了 他说他个人是无党无派的哦 好我第一次这么痛恨执政党 从你们党疫苗开始 如果你们不党 护高端会死那么多的台湾人吗 好再来你们的一些贪污啊 弊案等等 只会只会来抹黑造谣 整天都在说抗中保台 好这个呢是他在案发前 就在脸书上面po的这一篇文 就是说已经受不了了 好这个八年来 政府这样的一个执政 好包括这个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党疫苗等等 都让他非常的有感 那我们来看到呢 现在还有包括有一些 这个绿营侧艺 好在帮忙洗地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这个网红嘛 好四叉猫 他怎么说呢 因为呢这个枪手 应该说这个是凶险啦 他呢之前呢是在 南投那边呢开民宿的 好在清静那边开民宿 好这个清静之心乐活庄园 那四叉猫呢就讲了 他说在2020年7月 成租给了诈骗集团 好这个张姓男子就是犯贤 则是在9月成租 有1到2个月的时间差 好那这个他应该说 他先贴了一篇认为说 这个范贤跟诈骗集团 可能是有相关联的 因为把民宿租给了他们 当作诈骗机房 不过后来在今天凌晨呢 他立刻删文 然后呢就来讲说 我不该把两者做连结 会把这篇文章给删除 好所以看到现在呢 竖八部呢 自己这个仇恨值这么的高 花了200亿弄了一个竖八部 结果呢 没有什么打炸的效力 然后又让人家觉得 是一个出差部 数位出差部 所以网友就在说啦 这个枪手呢 真的是周楚除三害 非常跟得上这个电影的时事 真人版的陈桂林 那有人就讲了 开枪当然的确不对嘛 暴力是不能够解决问题 可是政府的确乱花钱 搞得这样子官逼民反 好我们要来看一下 昨天的整齐过程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嫌犯一手提着枪 一手叼着烟 不断挥手驱离 不知情的民众还差点冲进去 又要开了 又拿枪起来了 保全赶紧把人拉开 说时迟那时快 男子对着大门又是一枪 对面民众看傻眼 就怕子弹不长眼 28号上午10点多 张姓枪手 头戴余服帽 迷彩外套 闯进台北市延平南路 述法部办公室 持现弹枪朝着天花板 监视器开第一枪 保全以及其他人 惊吓逃离 接着朝楼层检介 以及大门口各开一枪 我们的警惠同仁 很快就制止他 然后同时报警 他本来想要上到 二楼的办公室 但因为我们警惠同仁 有立刻通报 各楼的门是把他关起来的 警方到场 嫌犯立刻投降 各据了解 54岁的张姓枪手 在南投开民宿 还曾经上过节目 拍过纪录片 疑似疫情后 观光持续疲软 在脸书写下签字文 抒发情绪 表明是官逼民反 不满时政 贪污弊案 抹黑造谣 特别不满数发部 只会帮政府大内宣 张姓枪手 到案后更大吐苦水 数发部一年两百亿预算 打炸却不见成效 还花三千万装潢 拿人民纳税前出国爽 27号晚间 从南投北上 带着两把枪 轰爆数发部血分 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背景 或是不满 唐部长施政 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查 将依照违反 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 警方违害 恐吓公众安全罪 送方检查署 侦办 警方追查 张姓枪手手持线弹枪 竟是制式武器 自称是三年前上网购买的 来源还有待离期 只是一时冲动 持强乱设征服机关 一手经营的民宿 恐怕再也 物力回天 就姚一强 李财山SNG小组 采文报道 太阳星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